新去世的早 是因为生病吗 白血病 很快大概几年吧 半年两三年去世 七岁就是傻了 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震惊到眼泪都来不及流 震惊到根本不是悲伤 你没有任何悲伤 因为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是傻了 然后所有人在哭 所以当时那个场景 你还记得妈妈 妈妈是非常悲伤了 妈妈那时候你想很年轻 我父亲去的时候 他39岁 你那个场景下 你哥哥站在你边上 我哥哥站在你边上 我哥哥那时候11岁 他已经懂事了 他的长子抱着 那个父亲的遗像 然后就哭 然后母亲哭 我在旁边就是傻的跟着 然后就是在火载场 他也告别仪式 就是妈妈哥哥我 然后出来后 妈妈说了一句话 妈妈说从今以后 就是我们三个相依为命 所以那一口印象特别深 就是 再一个印象就是 过两天晚上 就是妈妈跟哥哥在那儿开会 掌心为父了 所以呢 就是比如爷爷家那边 传统大家庭嘛 就是定期家庭会聚会啊 干嘛的 那哥哥这边代表 我爸爸这一支 就要去开会的 他才11岁 所以哥哥11岁就跟一帮 三四十四五十岁的人 坐在一块 是 讨论家庭大事 所以妈妈就要跟 哥哥商量说 这次去爷爷家这个事 怎么决定 说这个事 或者家里边事 我们家买这个买那个 怎么决定 所以他很早熟 他早熟 对 他11岁已经当家做事了 所以你想想他太早熟了 所以我的很多东西都是看着他 他在听什么音乐 他在看什么书 看什么片子 所以我后来看到你接受采访 包括有些文字描述你的时候 说哥哥管得你特别严 因为他11岁 我7岁的嘛 所以呢 他极力的想迅速扮演一个父亲的角色 所以他有说我得严厉的对待你 所以呢 这个就突然之间有一个家里 一个小孩就开始扮演大人 就就挺可怕 你扶管吗 我扶不扶也没办法 不扶管就暴打 暴打到最后就扶了 所以到现在我哥哥在旁边一瞪眼 我都哆嗦 你哥哥是什么时候开始 是不太管你了 我上大学的时候 上大学的前一夜 我们俩做了一个长谈 彻夜长谈 他就说 从明天开始 按我们家的传统你就承认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打你了 也不会管你的事 你就自己做主吧 你的成绩还不错 我其实是从小属于那种小聪明的小孩 感谢父母的基因吧 从小学习 的确是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困难 但是我是属于比较逃的小孩 打架 男的孩子就是打架 后来我有一天真的良心发现 我妈妈给我说 你指着我是没戏的 你妈就是一个老师 所以你以后靠你自己 你们兄弟俩只能靠你自己 他忙忙碌碌 他每天上课嘛 大学都比较大 住家属院 然后骑自行车去本部 然后上课 他还带留学生那种 然后上完课 再骑车回来给我做个饭 然后就是这种各种事不停的忙碌 年轻的人很漂亮 中年就已经感觉就苍老了好多 所以就看我妈妈 我觉得一下就特别的惭愧 我觉得我要是没上大学 她得很伤心或者非常担忧吧 所以呢就是高一直觉得良心发现 真的突然有一天我就觉得累学习了 我说要不然我这辈子废了 那他一定要得到